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政治意见的政治立场 也许我不同意你的发言 但是我一定维护你发言的权力 太多人担心整个台湾的未来 所以执政者手上有权力有资源 真的要苦民所苦 到底要帮人民做什么 不要脑袋想的是权力 越想权力呢 其实选票跟人民离里面的原因 要回过来想 台湾老百姓当前需要什么 立法院过半 你可以放手一干 为老百姓安居乐业好好做 但是我们看到 派系分招 看到贪污腐败 一个执政者 脱离了民意是外国怕的事 我们要追求国台力量 我们要追求下一代子孙 过得别人更好 我们要追求台湾经济发展 当然要追求台湾教育做得更杂实 我们要追求两岸的东西 神圣的悬崖 决定我们台湾人民 未来的国派民安 我们要追求台湾 敬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